好多一點 那兩位可以先介紹一下今天佩戴的作品 我想要請問馮導就是對於男性佩戴凶貞作品有什麼感想 我的感想就是因為以前那個珠寶方面都是好像比較是女生會比較佩戴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男生去戴珠寶可能他們會想除了漂亮 還有她到底有沒有那個收藏跟繩子的價值 但是我們都知道那個Cindy的東西就是一些很Master的Jewelry 她是Jewelry Master 所以她的東西都是非常有收藏跟繩子的價值 今天我就帶了她是那個蜻蜓非常漂亮 那我們知道蕾蕾跟Cindy是多年俱友 她創業初期就有陪伴在她身邊 那你可以聊一下你認識的Cindy 藝術家Cindy 從我以前認識到我們大覺她是一個非常有毅力的女性 那從她以前到現在看到Cindy目的當中 我真的覺得她就是代表我們現代和上女性的最亮跟的power 那是我們這個世紀的女性是需要展現出來給大家看的 可以問一下馮導就是老婆生日嗎 有沒有送什麼禮物給老婆 喔 生日啊 她 我們都是老姑老妻了 都沒有不用什麼生日去送什麼了 都是可以了 有沒有準備什麼驚喜之類的 驚喜啊 也沒有太多驚喜啊 都都對啊 聚一下就好了 其實貴算還是最大的 已經有貴了 我們今天盡量以品牌的問題為主喔 謝謝 謝謝 不過是主寶座的上場可以貴 為什麼要貴呢 我發那個照片那麼漂亮 我們今天還是盡量以品牌的 因為現在不一樣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把所有事情送回來 跟身邊人的品牌給大家分享 要勇敢的站出來 這是非常的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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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沒有可以說一下說 如果要送 就是覺得自己送給另外一半 然後覺得怎麼樣出保水事物 我覺得我先生的話 因為他是 他個性比較 比較高調一點 所以 他知道 高調 對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會給他 胸針 我自己是沒有胸針 但是 因為他衣服就是 比較花長 顏色比較鮮豔 顏色比較鮮豔 可能給他像 導演旁邊這個 黑白的熊針 我覺得有時候出席某些 我會蠻適合他的 你不是常常說你是我老婆的老公 你以為你來回答吧 你是老公嗎 我老公 有點複雜齁 我另外一個老公呢 我的原配 我老公 我老公 他 因為他其實 會比較容易掉東西 東西放在哪邊 他都不記得 所以我覺得 不用送給他任何東西了 反正你要給他看一下 帶回家 借一下看一下 然後就OK 這是你的 然後就 就給Sindy 就好了 我非常喜歡這個做法 就拍一張照片 對 就說這是你的禮物 下次拿給你 他也不會記得 他有送過你嗎 你說 他的老公還是我 我的老公 哪一個 好複雜齁 他有 其實他 從我 他第一個 Sindy的作品 就是我們的 訂婚戒指 那時候 他只 因為他那時候 不知道誰是Sindy 那時候他就 跟我說他要送我戒指 我就說OK 我有一個朋友 是珠寶設計師 他非常有才華 所以你就 負責付錢就好 因為大家也知道 Sindy的東西 你請他設計 他是不會給你任何設計 就是 他會量身定做 所以 那時候拿到戒指的時候 我就是告訴他地址在哪裡 你要找誰 他去拿 因為我以為 他應該是要第一個看到的人 所以他拿給我之後 然後就說 Oh surprise 然後就給我 然後之後就是 Sindy Sindy裡面就向他 那個買單就好了 那你戴上好像是很帥的 很漂亮 有啊很漂亮 然後好像他第一次看到 新大陸就說 Wow 那麼漂亮 因為Sindy的東西是 是 是說像 一般外面的 就是 珠寶一樣 所以他 蠻 驚訝的 就是 珠寶可以做到 這種 我的 所以之後 他還有送我 一兩樣東西 小姐這麼漂亮 我們要送他 他相得一張的 珠寶 你不 他又 他會在台灣出現呢 你直接問他 下次他 他來的時候 那你覺得哪一種 適合他 你覺得哪一種 會適合他 我覺得他都是一個 像Sindy一樣 他也是一個藝術家 我太太 所以他也是蠻隨性 看他那個 那個時段的情緒吧 他應該會 隨著他 那個 情緒來隨便 他本身就是一個 好 當然了 好 今天的 聯訪差不多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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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很痠 手很痠 很痠 謝謝